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話說我都不知不覺6萬訂閱了 其實都不是不知不覺期待了這一天很久的了 我卡額了5萬訂閱實在太久太久了 大概卡額了大半年到一年左右了 我很久之前說過我訂了回饋是會搞個give away 會搞call in 還有這個meeting的會搞過 那call in這個活動就已經搞了 如果你沒有跟著我那天的直播 就證明你不乖了 你Facebook沒有like我 Facebook沒有教我通知 Instagram也可能沒有follow我 因為我已經在Instagram和Facebook出了兩次post 說我會直播call in 那個鼻子很癢 那這次這條影片就要跟大家講一講 我6萬訂閱剩下還沒搞那兩樣活動 就是give away 還有meeting 那我準備了小小禮物給大家 也不算小小的了 我覺得也很感謝有某些廠商送一些東西給我 可以give away出去給你們 所以也希望這麼多位小分蛋 識做 哪個品牌送東西給我就like他們的page那些 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下一次give away的啦 咦? 那好啦 首先由輕奇人的開始講起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淘寶的啦 基本上我每個禮拜都要去看淘寶的啦 差點去買還是不買的 那好啦 那有一次呢 我一次我買了十幾雙襪 那我穿不完這個雙襪的嘛 那於是呢我keep起了四雙 然後呢就送給我的觀眾 對啦 那另外呢就 在新田的時候呢 就找間店買了個福袋 那福袋這些東西就 一向都是有適合你心水 又不適合你心水的啦 那我就打算連同這四雙很可愛的物仔 一起送出去的 那這裡就是第一份啦 第二份呢 就是這個東西啦 之前呢我都在facebook page上問過你們啦 如果我give away送這個給你們 你們會不會想要啦 那其實也挺多人說想要的 那於是我一切就買了三個回來 打算送給你們啦 那它呢 裡面呢 還有個感謝信啦 然後有個... 應該是一本寶仔來的 然後有個香包那樣的東西啦 那我就... 免得打開它啦 那這裡就有一格 小格的 然後這裡有大格 旁邊有沒有呢 我旁邊也有個網仔 可以放一些東西 不知道能不能放水瓶 因為我... 免得拆開了 對了 我忘了哪次買OW的時候 還送了一個這樣的時銅給我 但是這麼大這麼重的時銅 實在不太適合我 所以我就打算連同其中一個書包送出去啦 對了 那這裡就是第二份的give away啦 第三個give away就是這個東西啦 那這個耳機呢就是...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不是這樣讀 SUDIO 因為它的名字好像studio 但是它用了一個T字 所以是... 那這個品牌呢 之前就找我合作啦 那我就PO了那張照片 在Instagram 大家都覺得很好看 那呢... 那在我跟它合作的時候呢 我就很順勢地... 找一個... 送給我的小笨蛋 沒錯 我只有1000多一個 送給你們 對了 那同樣是白色的啦 那... SUDIO這間呢... 公司就是專門做耳機的啦 那它的官網上面還有這個耳機的不同顏色啦 也有其他不同的藍牙耳機啦 更加有有線的耳機啦 對啦 那這個耳機呢 它還會附送一條線給你啦 等它如果沒有電呢 你可以插一條線當它有線耳機 這樣用也可以的 那如果你們... 可能抽不到啦 但是你們又想買的話呢 我就會有一個discount code 放在這裡 好像有85折的 那對啦 同樣都是那句啦 我想有人用我的code的話 我下次應該都可能... 再有合作機會的話 可以再爭取幾個送給你們 咦? 接著呢 就是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呢 我還是拆出來啦 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nstagram呢 就會知道呢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拿出來啦 不知道你們聽到嗎 它是... 出得聲 玩得聲的 是玩得聲的 還有玩得的gameboy電話殼 而且呢 它的電話殼呢 是非常之薄身的 那呢 一個就是iphone6的 一個就是iphone6 plus的 那6s和6 plus 和6s plus呢 都是... 都是... 啊... 那6和6s... 啊... 那6和6s呢 都是用這個殼而已 那6s plus呢 還有6s... 啊... 啊... 還有6 plus呢 啊... 6... plus 和6s plus呢 都是這個尺寸的 沒錯啦 只有這兩個... 這四個型號 是可以用的 那麼一刻一百啦 哈哈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這個 instagram那裡 自己查 200元以下 可以190元 它之前還有一個 屬於我的code 可以便宜20元 不過我的曲現在已經過期了 不要留意到我instagram 我follow到我instagram 就follow不到優惠了 接著要說的就是 打機人必須用品 Logitex 首先呢 這東西就是一個長型的Mouse Pad 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拔出來了 它放到滑鼠之餘 還要放到鍵盤 我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用長型的Mouse Pad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 但我很喜歡 而且它跟大部分Logitex的Mouse Pad不同 又長又軟軟軟 而且還滑神神 滑水的 不怕倒水之後 弄到你整台都濕透了 只要趕快用一張紙巾印乾它 抹走它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了 我也覺得 眾所周知 Logitex也是一間大方公司 那它們又怎會贊助我三塊Mouse Pad呢 啊 忘了說 那塊Mouse Pad呢 我是有三個名額 那當然 不只這三個Mouse Pad 雖然是比較舊的一個型號 但它是一個classic 而且慢用 應該叫什麼 長青 每個人都一樣喜歡它 其實我自己都很想要它 我都沒試過拿502在手 很想保持它 不如我不要送出去吧 好嗎 欸 啊 這條片 有1000Like的話 我就送這個出去吧 沒有1000Like的話 這個我收回了 有一個Mouse 又怎可以沒有Keyboard呢 下一件事 是我最愛的 G710 Plus的青軟 我真的很喜歡青軟 這個鍵盤我也很捨不得送出去 這次其實我是陰點說要502和710的青軟 對 因為我喜歡 所以我也想和大家分享 這個710 後來我已經不一定會送出去 去到最後一樣 打機三寶 怎麼少呢 耳機呢 它就是旗艦耳機633 Logitech長期都大推 那我自己呢 就 剛剛已經說了 我不喜歡戴耳機 所以我打機都不太喜歡戴耳機 或者是我還沒找到一個適合自己耳型的 或者臉型的耳機 我不知道 總之呢 這個耳機我就會送出去 啊 還有這件事 我遺忘了跟大家說 我用過一次的 這個袋呢 其實原本呢 就是一個廠商給我的 但是呢 這個袋呢 我真的不太接受到它的材質 因為我用開的是軟軟軟的 很滑溜溜的 這個是硬滑溜的 有些鞋子沙沙的 我不知道啊 如果有人想要這個袋的話呢 我就打算送出去 但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想要的 對啊 那它都只是給我拿過去拍照一次 那麼大把 那我都不是實質上用過它的 所以我就想送這個袋出去 但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想要的 如果你想要的 你可以照在google form上填的 最後其實想說一下呢 這件事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盒 Alice的盒 然後呢 其實它是一雙鞋來的 那這雙鞋就是這樣的 那我會在補幾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詳細的鞋 樣子是怎樣的 那它呢 這裡呢 腳底是很漂亮的 有個Alice的logo 然後 底下呢 它就會有個 茶壺銅杯的一個金屬的突出來的logo 總之就做得很漂亮的 235mm 37號鞋 那這雙鞋呢 其實我原本就想買來自己穿 我是托我朋友幫我買 那很可惜地 它是買錯了 我想要的顏色 那這一個呢 是藍色來的 而我想要的是灰色來的 但是廠商呢 可能兩隻顏色有點像 那它寄過來的時候就寄錯了 拿包裹的時候已經很久了 我不知道它過了一個時間 想其微 退的話呢 我又覺得很麻煩 我又沒那麼多時間走來走去退 然後我又怕退的話呢 又要給運費又要等 很麻煩 那我就打算 算了不退了 我打算看看有沒有小笨蛋 會願意收留這雙鞋就算了 那我買回來就400多元 因為它是全新的 我自己都沒穿過 沒落過的 當然是全新的 那看看會不會有小笨蛋想要 400元就收留它 400元是不包運費的 因為台灣運費也挺貴的 對 其實我覺得這麼漂亮的鞋子 算是很便宜的 對這雙鞋有興趣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在Facebook那裡 inbox我 或者Instagram inbox我跟我說你想要 好啦 講了這麼久 這麼多東西送 到底怎樣才可以拿到這些東西呢 首先訂閱了我先啦 那不是還沒訂閱了吧 怎麼搞錯啊 我會在Facebook放一個詳細的 關於抽獎的post 那你就要去我的post那裡 那你按進去那條link那裡 填好我Google form之後 再回到我的Facebook那裡 公開分享我這個抽獎的post 然後呢 你還可以在我的post下面呢 就tack你的朋友進來 一起幫你集氣抽啊 一起幫你抽啊 越多人抽 更像機會好像也越大 記得叫我的朋友 咦? 記得叫我的朋友訂閱我啦 嗯嗯嗯 不過其實這次也應該不可以叫抽獎 我要叫give away 因為呢 抽獎呢 聽說已經是一個賭博來的了 所以呢 抽獎是犯法的 之前有間公司抽獎送東西給人呢 然後就被人告 好像 所以呢 我會在Google form那裡 問你們一些小問題啦 你們答得中的話呢 而且 你們跟我說些東西 令到我很感動的話呢 我就 選你的機會就會越大的啦 好啦 講完give away 是時候要講完我的meeting啦 那呢 我的meeting呢 就打算是 7月22號 1點半到7點鐘舉行 那人數呢 包括我和我認識的人呢 以來呢 只有25個位而已 因為呢 我打算在我之前instagram 搜尋過那張貓貓cafe 那裡舉行一個meeting 那我也知道有些小笨蛋呢 他是對貓貓過敏的 但是 我真的太喜歡那間cafe了 所以 所以真的很想在那裡搞一次聚會 那呢 這次年齡是 走了在12歲以上的 其實年齡 年齡已經降到很低的了 但是呢 價錢就需要300元 包括場地費用啦 野食費用啦 還有我會叫一間我覺得很好吃的法式甜品店 就是Felix之前拍片介紹過灣仔的一間甜品店 我會訂幾個批回來啦 所有詳情都在我facebook的post那裡 那我下面呢 影片資訊會放回連結啦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按進去詳細的看一下啦 參加的方法呢 都很簡單 將我那個facebookpost裡面的表格呢 你copy它 然後呢 去facebook 我的page那裡 信息那裡 click進去填好你的表格就可以了 那還有呢 參加這次的meeting的話呢 是需要用到discord去聯絡 discord呢 就很容易的 下載啊 然後申請的帳號很快 就是不用錢的 那這間cafe呢 也是真的我很喜歡的一間cafe 很想跟大家分享啦 但是想跟大家分享得來呢 我又不想完全跟大家分享喔 所以呢 除了參加那些人之外呢 應該其他人都不會知道 這間cafe的位置和名字的啦 因為 我想私藏 我怕呢 分享出去之後呢 很多人去 搞到我想去的時候都預約不到 那一天呢 除了參加 包括我那25個人之外呢 其他人想來呢 都可以來的 我只是會在那天前一天 出一個post 跟大家說 我明天會在哪裏辦聚會的 我7月21日會出一個post 就是在Facebook和Instagram 跟大家說到底那間餐廳在哪裏啦 對啦 然後我7月22日 我聚會完了 立刻刪除這個post的啦 因為我真的不想讓大家知道 真的不想讓那麼多人知道 這間餐廳叫什麼名字 還有在哪裏 但是你們不可以stay太久啦 半個小時以來一定要走啦 可能跟我聊幾句話啊 拍張照啊 問我拿個簽名 或者你有什麼東西想給我 你畫了一幅畫 想送給我 你就可以那天來給我啦 對了 因為cafe的位置真的不多 不想因為我們 而搞到那些貓貓 沒有什麼平時他們活動的位置 我也不希望是這樣啦 那好啦 講到最後啦 我會在7月中的時候揭曉 give away的得獎人 然後我會在7月22日 我舉辦meeting那一天 帶上所有禮物過去 然後呢 在那邊你們來找我 然後我親自給你們一份禮物 沒錯啦 我要把那麼多那麼重的東西 加上一次過拉去我的聚會會場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偉大 因為其實我有想過 到底要見面送禮物給你們 還是寄給你們 當然啦 寄是最快的 雖然是貴一點點 但是就最省時間 但是有想到 你們抽到禮物 應該也會想見我吧 應該 咦? 嗯 所以就 免得一次過帶去見你們了 然後就 在7月22日 1點半到7點 在尖沙咀 你們就要上來咖啡店找我 然後就給你們一份禮物 如果你們7月22日 沒空的話 你們也可以找人 留下你的中獎的訊息 然後帶過來給我看 幫你拿禮物 對了 好啦 我也不知道哀哩巴啦 說了那麼多話之後 有沒有留東西 我很怕有什麼訊息 還沒跟你們說 但我又不記得了 你知道我的腦子 稀稀的 對啦 所以有什麼關於 give away和meeting的問題呢 你們看完我的post之後 還是有問題的話 你們可以再inbox我 facebook 就來問我 沒錯啦 就是這樣啦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記得按個like 1000like的話 我會把滑鼠送出去 嗯 1000like的話 嗯 還沒訂閱我的話 快點訂閱我 然後走過來參加我的抽獎 沒錯 記得訂閱了我的話 也可以按下面的鈴鈴 然後呢 出新片的時候 就會有通知啦 嗯 再一次 多謝 六萬幾位 小份蛋 一直支持我過來 無論是以前開始訂閱好 還是最近才可以訂閱也好 那我也知道 沒有你們就會沒有小白 那 嗯 我們 下次 直播見啦 還有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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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拜拜